我們看這題 這題他說如這個圖所示 兩個波形完全相同 但是它上下顛倒 波形勁的速度剛好相反 那麼他問說某瞬間兩波恰好重疊 在這個時候恰好重疊 則他說ABCDE 哪幾處會永遠禁止 一處就是C這一點 你看到下一個瞬間 波跑到這裡 跑到這裡 比如說經過什麼 經過那個 4分之1T 假設波從這裡走到這裡是T 那從這裡走到這裡就4分之1T 走4分之1T的話 這個上面的波就跑到這裡 然後下面這個虛線這個波 就走一個單位就跑到這裡 然後只有中間這個位置沒有洞 為什麼 因為這裡的話沒有洞 是這個距離 這個證弧跟這個證弧是一樣的 這Y是一樣的 就是說Y1 Y1等於Y2 或是說Y2 Y2的話 是等於負的Y1 然後下一個時刻 下一個時刻 Y1已經縮小了 Y1等於是縮小一半 Y1縮小 但是Y2也縮小 這個式子還是滿足 所以Y1跟Y2就縮小 就是說在這個行進期間的話 它始終是縮小 它往這邊移動 它往內移動 它這個Y下降 它這個Y跟著上升 兩兩剛好都是縮小 只有這一點的話 它是永遠沒有動的 其他點就有在動 其他點的話 比如說 比如說這一點好了 一開始的時候 上面跟下面底下 那你經過什麼呢 經過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個單位 經過這個一個單位時間 假設這是一個單位時間 經過一個單位時間以後 它這個波曲跑到這裡來 它跑到這裡來 結果這一點的話 它這個Y1等於0 那Y2的話 達到最大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它這一點的話 就跑到這一點來 但是這一點 它始終什麼呢 始終在什麼呢 在平衡點上面 始終在這條線上面 沒有起伏 所以C這一點是永遠固定的 所以答案是只有一點 只有一點的話呢 它是永遠禁止的 所以我們好奇順 所以我看這一點 你的這個 應該要選一 你的 faux 谢谢大家